您一定想不到,把面团放在清水中,简单的泡一宿,真的是太厉害了 自从学会这么做,家里的早餐就再也没有买过 特别适合早上没有时间,又懒得起床,想多睡一会儿的朋友 轻轻松松,只需要五分钟就可以搞定早餐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三联求关注 首先,400克的面粉中,加入两克的食盐 230毫升的清水,搅拌成面絮 一只搅拌至五根粉,开始下手揉面 揉至面光,盆光,手光,像这样子一个不软不硬的面团 不用醒面,直接放在案板上 切成大小相同的三个小剂子 搓圆之后,直接放入盆中 然后,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水没过面剂子即可 晚上之前煮好面,给它泡上一手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上一些配菜 准备两片白菜叶子 菜帮不分,切成六七毫米的糗条 装入盘中备用 菜叶不分,我们直接给它撕成大片 接着,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用勺子把表皮刮一刮 每一处我们都给它刮到 然后在西红柿的顶端,我们切成米自行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给西红柿去皮 大家还有什么去皮的方法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我们在横竖各切上几刀 最后放倒,切成带一些的西红柿丁 去掉根底部分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五半大蒜,给它切成薄片 装盘备用 早上起来,再往我家祖传的小碗中 打入两颗新鲜的母鸡蛋 把蛋液搅散 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鸡蛋液倒进来 变形至一半的时候 我们用铲子快速地给它划散 炒蒸一个大一些的鸡蛋碎 然后放入蒜片炝下锅 只需十来秒的时间 就可以放入盘子炒的西红柿丁 还有白菜帮子 翻炒至西红柿出沙猪汁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倒入滚烫的沸水 不要加冷水哦 然后加入一大勺的食盐 一小勺鸡粉 一小勺白胡椒粉调味 一定要马上把白胡椒粉搅拌均匀 开大火,盖上盖子 糊涂上一两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就得到了一份非常鲜美的酥糕汤 汤汁已经变得浓白 然后我们转小火 面剂子在水中泡了一宿 面筋已经得到了松弛 我们用手轻轻的一撑 就可以给它撑得非常的薄透 撑出一小片之后 我们就给它揪下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下入锅中 我们边撑边下 依次重复所有的操作 这个撑出来的面片 可以根基于自己的喜好 可大可小 可薄可厚 撑面片的水 千万不要给它倒掉 直接倒入锅中 然后开中火把它煮开 这个时候面片也已经煮熟了 放入点白菜叶子 这些人做面食 总是在最后再撑上锅 这香味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 一道非常好吃的水疙瘩就做好了 面片爽滑又劲道 汤汁特别的鲜美 寒冷的冬天吃上一口 真的是暖心又暖胃 做法也是特别的简单 五分钟就搞定 轻轻松松就解决全家人的早餐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去见 他也不费还没见过 我自己费还没见过